继续来关注今日一线推出的系列策划 《我跟明家学非疑》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被称为南国红豆的乐剧 乐剧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为了弘扬传统乐剧 自2019年开始 广东乐剧院就成立了专项工作组 让乐剧明家走进校园 为广州市首批六个中小学校的学生 带来乐剧培训课程 咱们一块去看看 在乐剧博物馆 两位穿着戏服的小学生 你一言我一语地唱着经典乐剧《抢伞》 虽然孩子们的声音略显稚嫩 但在古色古香的背景建筑衬托下 整段曲子听起来颇有韵味 学习比较有压力的时候 我唱一会儿乐剧就会感觉好一些些 压力没有那么大 就感觉学习会轻松一点 可轩说 自己很享受在舞台上表演乐剧 既可以穿上美美的戏服 还能说获观众的掌声 很有成就感 但正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为了每个发音都力求完美 孩子们必须不厌其烦地重复练习 对于一群活泼好动的小学生来说 实属不易 除了唱功 学生们还要学习基本功 压腿 下腰都是入门级的动作 据介绍 西关培政小学从2003年就开始引入乐剧培训课程 并成立了南国小红豆乐剧社团 成为了广州首间具有乐剧艺术特色的学校 乐剧培训之余 每位西关培政小学的学生 还有一本专属的乐剧伴我行手账 可以记录小学阶段跟乐剧相关的点点滴滴 力争让每个学生都能成为一名乐剧文化的传播者 2017年 粤剧艺术博物馆在我们学校旁边正式开馆了 现在是我们和博物馆摄移基地的合作 培训我们的小红豆 我们的小朋友也都是得到很专业的训练 从07年开始我们的小朋友就在全国的小梅花奖里面 连续这样每一年都能够拿到金奖的好成绩 从2019年起 广东乐剧院还联手广州市教育局 将广州市真光中学 西关培政小学等六所中小学校 列为乐剧培训试点学校 为他们开展约600科时的乐剧培训课程 因为小朋友他比较开放 就是我们教什么他学什么 所以小朋友我们会主要是从基本功方面去要求他 到了中学生他这个时期比较腼腆 所以中学生我们就是以聚目课的形式 就是偏重于唱还有表演给他排节目 启动乐剧进校园的项目 希望通过专业化系统化的教学 全面提升青少年的那个综合素质 那么如果学得好的学生们 我们会建议他们就走专业的路线 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培养年轻的观众 将来乐剧的观众 除了将乐剧引入校园 也可以请学生来到乐剧院这里来一个体验式的学习 像我现在呢就是在乐剧的体验馆 那在这里学生可以搬凳子 看着身后专业的演员呢在这里表演 而旁边呢还有一些后花园或者是皇宫等等的道具 让学生可以来一个实地的体验 目前省乐剧院还成立乐剧考级委员会 预计在今年12月份开展第一批乐剧社会化考级 希望可以推动更多青少年和乐剧爱好者 传承和发展乐剧艺术 伴随着独特韩律的粤语唱腔 台上的演员们倾程演绎 这里是石门实验中学的乐剧科堂 拔山乐剧院的演员正在为学校乐剧社团和学生进行面对面教学 已经在小学阶段学了四年乐剧的黄楚婷 在台上展示了一段老花窗 引得老师连连清赞 一听到我们学校有开乐剧社团 我就觉得原来还有其他地方还可以学到乐剧 我就觉得很开心 又觉得有点惊讶 是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 来自湖南的夏智欣 在学习舞花窗的时候 就显得有点吃力了 他就说自己并不会讲粤语 但是第一次在课堂上听到粤语 就被深深感吸引到了 我就有一点点震撼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感觉他们给我的那种感觉就 就是有点 就是有一点感觉是 有点是我想要追求的那种感觉 今天我看你上台试了一下舞枪是吧 你觉得难吗 难 我觉得他难的是这个手脚的协调性还有灵活性 还有这个掌握一项东西 你要的技巧还有熟练性 从舞花窗到凤水咒 课堂上 佛山粤剧院的老师们 内心地为同学们讲解着戏剧动作 为了让同学们更深入地了解粤剧文化 老师还特意展示了传统戏服 这个要代表自己的身份 一出来拿那个身份很高贵的意思 产生身份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身份关节的一个代表 有得听有得玩 和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到同老师的互动当中 认真地记录着和粤剧相关的知识 对以后粤剧发展当然更好 有很大的基础 以后就传承我们粤剧的文化 石门实验中学在去年创办了粤剧特色社团 今年有44个学生报名参加 每个星期两折课 学生们学习粤剧的新段 长康 继而了解粤剧背后的传统文化 我们有视频的形式也有专门的佛山乐剧院的老师给我们提供的曲谱跟普利 我们会在学校里面用音乐老师跟佛山乐剧院老师相结合的一个形式给学生们进行授课 我们是希望人人会乐剧人人懂乐剧 为了加强学校的美育工作 促进地方戏曲的传统发展 南海区教育局持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创建工作 目前南海区共有史级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33所 粤剧特色创建基地学校14所 省级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6所 艺术教育特色学校11所 后终南海区将按照一效一品一效多品的工作思路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区内各所学校的美育工作 令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小学当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